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玉凱 什麼叫做自知死地而後生 相信今天的盤面 讓你有這樣子的感覺 今天的台股 一開盤直接先往下破底 最低點來到15734點 象徵性的支撐點16000點 瞬間就給它跌破了 殊不知今天的行情是開低走高 一路從15734 最高拉抬到16071點 從最低點到最高點 拉了超過300點 你有會發現很多的股票 在今天也都是呈現 所謂開低走高的格局 收紅K的比例是偏高的 表示到目前為止 低檔的承接力道 已經慢慢呈現出來了 畢竟台股從上個禮拜四 這個地方高點 16783點這個位置 到今天的15734 最低點 其實短短4個交易日 已經下跌超過1000點 短線的急跌 會造成所謂負乖離的過大 在負乖離過大的險體之下 隨時有可能讓台股出現 大幅度的反彈行情 同時我們可以再看到 選擇權的部分 各位 左邊的是月選擇權 右邊的是周選擇權 月選擇權你可以看到 目前最大 賣權的最大位平常位置區 落在所謂的16000點 15900點跟15800點 三個位置的量能大概差不多 都是6000多口 表示說從16000點往下 15900 15800 這個是觀觀難過 所以今天最低點 達到15734點之後 迅速的向上做一個談升 同時明天結算的周選擇權 不用看了 最大位平常位置區 直接就是16000點 所以8353口壓在這個地方 這也難怪 今天的台股仍然能夠收在 16000點之上 如果說你是同時有收聽 我的廣播的朋友的話 其實在今天中午我的錄影 我已經直接預告了 今天台股是非常非常有機會 直接先占上16000點 當時還沒有占上 可是我說過今天的收盤價 是非常有機會占上16000點的 這個部分再次獲得的 完整的驗證 看完了選擇權的籌碼之後 其實你再看回到 今天的整個指數的變化 其實你就不難去看出 大盤似乎真的是指紋在望了 指紋已經在望了 講到這邊 難免會有很多味道人士 又來批評說 你就繼續凹嘛 你就繼續看多嘛 其實你看我節目久了就知道了 我不會凹 好不好 我講錯了我一定認 其實在上個禮拜五 在昨天 我都是這個樣子 明顯可見 我現在給你的看法 是我依照現在的狀況 我去修正很多 原先的客觀假設之後 所得到的結果 在台股今天一度跌破16000點 來到15734之後 這個行情究竟要怎麼看 這是我現在要告訴你的 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 物極必反 物極必反 當散戶叫苦連天 融資血流成河 追繳令萬見齊發 親戚朋友都失去了 看盤的勇氣的時候 差不多這個時候 行情就要來了 今天我們來輕鬆一點 我來跟你分享一個 滿有趣的東西 這是在網路上 廣為流傳的一張 不能這樣順口溜吧 算是一個 如何識別股市底部的特徵 第一個 群組 什麼群組 現在我相信大家都加了很多這種 所謂股市的賴群組 不要說你 我自己就大概加了8到10個 我不是說要參考裡面的意見 我只是想要看看現在散戶的想法 首先在這個群組裡面 開始沒有人發言說話 這是一種可能 你會發現在前幾天 大概只會有哀哀叫的 不會有其他發聲的 第二種 第二個特徵 要麼不說話 要麼語句當中帶有暴力傾向 要麼就狡髒話 要麼就是暴力傾向 或者是幹狡誰 之類的 在罵東森 罵非凡 罵哪個分析師 搞不好連我一起罵進去 這有可能的 來 特徵三 說話的人什麼都聊 就是不聊股市 開始聊天氣 聊疫情 聊疫苗 聊教育 聊美食 什麼都聊 開始漸漸把族群原本設立的目的 都拋之腦後了 特徵四 沒有人在看台股 都在追劇 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追劇 可是目前好像沒有什麼 太有名的劇 自從華登出上之後 最近好像沒有什麼 太代表性的華劇可以看 可是沒關係 至少你的重心 已經不會在台股上面了 再來開群的群組失蹤 我坦白講這五個特徵當中 我在我自己追蹤的群組當中 我大概看到至少三四個 都有這樣的特徵 原本群組是 裡面最象徵性的人物 他行情好的時候還出來做教學 講得洋洋灑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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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灑 質地有聲 可是問題是 這行情一不對 你會發現群組失蹤了 就像我講的 有些分析師只要行情一不對勁 馬上就放重播 今天不錄影了 好不好 這是一個股市底部的特徵 我認為說在最近 你已經可以陸陸續續看到 至少三個四個以上的特徵 這是一個網路上滿有趣的東西 跟你做一個分享 可是重點台股在現在這個位階 到底還有沒有其他落底的條件 這邊真的是底部了嗎 落底的條件是什麼 因為昨天我們分享了很多 比較偏政治意味上面的這種分析 昨天就有網友跟我講說 我們總不能只靠政府吧 萬一政府真的不出手怎麼辦 我先講 當狀況逼不得已 政府一定會出手 一定會出手 而且現在很多的政策方向 尤其在疫情方面 已經說明了 現在已經在為選舉做暖身了 可是我們今天 我們不去討論太多政治的部分 那除了政府這個最強力的股市澳元之外 我說過嘛 基本面就是底氣 台股現在有沒有底氣 今天剛剛的新聞 剛出爐 早上剛出爐的新聞 出口連續22紅 寫下最強四月 你說台股有沒有底氣 我們就是出口導向嘛 出口導向連續22紅寫下最強四月 你認為我們的這些企業的營收獲利還會差嗎 台股有基本面就有底氣嘛 而且這個部分是我早在四月 我就跟你講過了好不好 當時我就帶你看過 外銷訂單最旺三月嘛 最旺三月嘛 其實外銷訂單就是最直接的基本面表現 因為訂單訂單 訂單看的不是現在 而是未來 你可以說出口已經是過去式 已經是四月份的式 可是問題是各位 三月的訂單 他看的是未來式 三月的訂單象徵的是四月 五月六月的出貨 營收以及獲利狀況 好不好 三月的外銷訂單已經告訴你 連25紅了 這個就是基本面底氣 各位 德國股神科斯托蘭林曾經說過 基本面和指數的關係 猶如主人與狗 有時候狗會跑在主人前面 有時候狗會跑在主人的後面 有時候在你旁邊磨磨蹭蹭 都會好不好 主人緩步的前進 狗就在那邊前前後後前前後後 可是現在的情況是 主人已經走到很前面了 因為基本面已經告訴你了 基本面已經告訴你了 主人走在很前面 最強四月給它寫下去了 狗呢 狗呢 狗在哪裡 狗還在很後面很後面 基本面的位階 大概怎麼樣也都直這個位置 狗呢 狗還在這裡 這個時候只要主人喊一聲 旺財 來吧 旺財 他二話不說就來了 好不好 二話不說就來了 而最可悲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當旺財來的時候 散戶往往不會來 旺財這名字取得多好 又旺又有財 那我知道講到這裡 也許你還在半信半疑 可是沒有關係 你先把下半段看完 廣告回來之後 下半段一定要完整看完 因為下半段我要教你在這種行情當中 最重要的選股技巧 現在你可以因為 今天還在破敵你可以罵我 你可以質疑我 可是當你把下半段看完 兩個禮拜之後你就會感謝我 先休息一下 那麼要如何在這種震盪行情當中選到好股票 如果說你不是太了解基本面的研究 也沒有太多的會計或財務的相關背景 很容易被媒體牽著鼻子走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會很單純的去用技術面來做選股 因為這個是最腐蚀即逝 最容易學到的一種技術 因為你去走一趟書局 你去上個網 也會學到基本的一些技術面相關知識 可是我說過 技術面的這些東西 如果沒有與時俱進 在現代來說是不OK的 30年前的技術分析可以很賺錢 30年後大家都懂了 還能賺錢嗎 而且技術面 就目前現行的這些市場上技術分析 其實存在太多盲點 以及跟主力大戶們之間 鬥智鬥狠的風險 那要怎麼辦 如果你問我 最好的方法 當然是用電腦來協助你 人腦不夠用 AI來協助你就夠了 AI看盤軟體 鼓天樂就會是一個選擇 可是今天我會同步的去跟你做分享 如果你沒有鼓天樂要怎麼辦 這算是一個操作和觀念的教學 市場總是漲漲跌跌的 總是如此 尤其在急跌過後 不論是反彈或者回升 都會有一波不小的行情 可以期待 問題是當行情出現的時候 你手中的股票會不會漲 當行情真的來了 你手中股票會不會漲 又或者說 如果你現在是空手的 你又該如何選股票才不會選到地雷 最簡單的做法 挑選比大盤強的股票 挑比大盤強的股票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台股跌成這個樣子 從年初以來跌成這個樣子 它能夠維持一定強度的 能夠強於大盤的 表示呢 有人在照顧 有人在照顧 有人撐住 有籌碼在那邊撐著 那比大盤強 不是說 好像我昨天沒有跌的 今天漲幅 今天跌幅 比大盤少的這些股票 就夠了 不是看一天兩天的 其實比大盤強這幾個字 會有幾個很明確的定義 以台股來看 它會有幾個關鍵的點位 例如說 三月第一波的破底 接著 四月二十七號第二波的破底 到昨天今天再往下 做一個破底的動作 所以它是一底比一底 還要來的低 一底比一底低 三月四月二十七 以及現在 呈現底底低的形態 一個底比一個底 還低的一種形態 這個時候你只要找到 底底高 底底高的股票 你找到底底高 一底比一底還要高的股票 就極有可能是 有人在照顧的股票 所以你應該要挑選的是 幾個條件 第一個 今年的最低點 在四月以前 因為台股到四月都還在破底 可是它的低點 也許就落在三月 或者是二月 接著 波段的最低點 可能它這邊落底之後 往上波段最低點 在四月二十七號這邊 或者說 再更早幾天 四月二十六 四月二十五 然後接著又往上 至今為止 還沒有破底的股票 這種就是所謂 底底高的形態 舉個例子 有一檔你非常非常熟悉 我像全市長 應該也只有我們講的股票 老朋友 東哥遊艇 是不是就是標準的形態 標準的符合條件 來我們把今年 今年最低點 一月有夠早了對吧 好這一波的低點 四月二十七號 符合 拉上去 創新高 接著呢 有沒有再破底 在台股這一波破底的過程當中 各位你可以看清楚 台股這一波再破底的過程當中 東哥遊艇沒有破底 台股四月二十七號的二次落底 它也是沒有跌破前低的 所以這邊又有機會再拉高 至今為止都沒有破底 這種就是符合 所謂的選股條件 要基本面 有基本面 底氣夠了嘛 訂單滿到2024年 你會沒有底氣嗎 現在接著全部都是大船 毛利率高到下人 會沒有底氣嗎 而且各位不要忘記了 東哥東哥 很多人昨天來問我說 東哥昨天是大跌的 長黑大跌怎麼辦 昨天雖然是大跌 可是你要注意看 它是先創新高之後才大跌 創新高就是一個多頭的象徵 昨天跌完 今天馬上大漲 盤中一度漲8個百分點 中場也漲6% 如果沒有人在照顧 會這麼強嗎 而且這邊我不由得 我要來插播一下 講一下古天樂有多神 來各位 如果說你是我們忠實粉絲 你會知道說古天樂 大概怎麼操作 雙箭頭表示 買進訊號 但是這是屬於技術面的轉型 可是真正要等到三線一星強勢多頭 這個勝算才會更高 表示說籌碼線 既動能線要同步的 是紅的一個狀態 翻紅的狀態 結果你可以留意到 昨天東哥遊艇創高之後 拉回的這根大跌 正好是動能線由空翻多的過程當中 換句話說 如果你這邊不想買 你要買到更謹慎更安全的 你會在昨天大跌的這一根去做買進 因為在昨天這一根 是達到三線一星 籌碼線 動能線 同步翻多 你在昨天大跌的那一刻買進 今天直接現賺6% 現賺6% 不會買這裡 不會買這裡 買就是買這裡 馬上現賺一根 古天樂太神了 神到你不敢不相信 再來我們來看 電動車概念股 茂蓮 今天雖然是下跌將近半根停板 可是你看一下它的形態 也是一樣 今年的最低點 落在3月份 4月的最低點 波段最低點 4月27號 接著創新高 強於大盤 明顯強於大盤 今天雖然跌幅比較重 那是因為前一天晚上 Tesla的下跌 前一天晚上Tesla跌 好像9%多 可是你就波段的角度來看 仍然是非常的強勢 沿著季線在做上攻 在這一波台股走成這個樣子 它能夠沿著季線上攻 你就知道它有多強 我們再來看一檔 同樣是汽車概念股的 這算比較偏零組件廠的 TVC 今年的低點 同樣落在3月份 接著波段低點 4月27號 慢慢的往上 做一個走升的動作 今天上漲一個百分點 也符合這個一個形態 可是這檔股票稍微溫和一點點 你也可以來做一個參考 或者我們再舉個例子 大型股 舉檔 可乘 這你很熟了吧 來可乘 你攤開今年走勢 同樣的3月初做一個 今年最低點的落底 波段最低點在這個地方 4月底 接著今天還直接給你創新高 各位可乘這個你夠熟了吧 這一檔就是相對安全的股票 拉回之後這邊花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做一個震盪打理 這邊再往上攻 相對安全的股票 就是大型的股票 而且各位 我剛剛所講的 提維西也好 茂蓮也好 可乘也好 這幾檔股票最難能可貴的地方 是因為他們都是近期最弱的 電子股 各位他們都是電子股 最近電子真的是乏人問津 尤其非犯指數連續下跌過程當中 電子股這個叫過街老鼠 人人喊打 可是這幾檔電子股 仍然能夠有這樣的表現 說實在話 講直接一點 說沒人照顧 沒有資金進駐 沒有籌碼在裡面 你信嗎 我是不信 好不好 形態會說明一切的 那包含有一些產業 我不是很看好的 好不好 成熟自成 晶圓代工其實我說過 今年會是先進自成天下 可是台積電在外資的招呼之下 最近表現不是很好看 反觀 各位立基電 你會發現 它的走勢比其他晶圓代工廠漂亮非常多 今年的最低點 三月 破斷最低點 四月二十七 現在有沒有破底 沒有破底 形態真的就長這個樣子 而且遠遠的強於 世界先進 有吧 世界先進是一路往下破 也強於 聯電 聯電也是有跌破三月低點 更不用說台積電 但是各位立基電 真的就是獨強 晶圓代工廠當中 它就是獨強 所有晶圓代工廠 只有它可以長這個樣子 唯一的解釋 剛上市 籌碼最乾淨 最好操控 就是它最大的優勢 我們再看 航運股好了 貨櫃三雄當中 除了萬海之外 各位你會看 長榮今天上漲1.3個百分點 是不是也符合形態 今年最低點落在1月底 這邊波段落底 往上走 還有這個 陽明度份 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都是同樣的這種形態 最近有人問我說 貨櫃三雄當中 萬海跌最多 萬海跌最多 300多塊 豪氣甘雲 跌到剩100多塊 跟長榮做比價了 是不是跌最深 就可以去撿便宜做進場 那這邊我給你一個 小小的建議 與其撿萬海 不如挑長榮 不如挑長榮 因為你可以看到 現在這兩檔股票 價格非常非常接近 一個151 一個149 他們現在做比價的效應 可是比價 誰會比贏 Of course是長榮 因為長榮的獲利能力 遠遠碾壓萬海 我們不要看去年前年什麼的 我們快看第一季就好了 剛剛發生的 第一季長榮賺1013億 萬海406億 將近是2.5倍的差距 可是接下來長榮要減資 你說他股本大 他現在減資 減資過後 股本比萬海還小 可是獲利能力還是這麼狂 請問你應該要買誰 以前我股本是你的兩倍 所以我賺的比你多 合理 兩倍 可是我賺你2.5倍 EPS比你多 合理 你覺得說他們可以比價一下 OK 我承認 可是現在長榮要減資6成 減資過後股本比萬海還小 可是他會因為他的減資 造成他的獲利下降嗎 不會 缺港缺貴的題材 運費上漲的題材 他照樣大家都吃得到 可是在減資的題材之下 我還是能夠賺這麼多錢 你還跟我比價比什麼 不是嗎 所以要選誰 很好選 要買誰就很明顯了 再提醒你一下 快篩族群 最近要小心 如果說你最近 有些人還會去搶 去藥局搶那種 比較便宜的快篩 可是如果你有去便利商店 你應該會發現 現在要買到快篩 不用搶了 甚至便利商店還有庫存 全家Seven都還有庫存 其實有一個律師有出來 做了一些發言 就是說現在大家 為的不是需要 而是便宜 因為藥局賣80塊 Seven要賣180塊 所以其實你明明可以買到 很容易買到的快篩 可是你是為了便宜 而去搶快篩 這種什麼揭露人性 這個我們不管 可是重點是 現在快篩既然已經不缺貨 你就要當心 有可能兩年前的 口罩事件重演 兩年前2020年 你記不記得 當初什麼南六 恒大 飆得跟什麼一樣 疫情剛爆發 缺口罩缺了要命 一照難求 可是到後來 國家隊進場了 現在變成說 滿地是口罩 Seven全家買到口罩之後 一落千丈 後面即便什麼 疫情再爆發 疫情二爆發三爆發 口罩股長得動嗎 都長不動 現在類似的狀況 便利商店已經買得到快篩 而且很容易買得到快篩 這個族群 你就要當心了 可是這一切各位 古天樂老早就告訴你了 好不好 保齡附警 我們這邊獲利了結 賺四成走人以後 這裡雖然有一個技術面 轉多的訊號 可是問題是 重碼線始終沒有進來 不能碰就是不能碰 好不好 亞諾法也是一樣 這邊獲利了結 這一段我記得是賺七成 好不好 賺七成之後 重碼線東能線始終沒有翻多 即便有一個技術面的轉折向上 不能碰就是不能碰 而且後面空訊很快就出來了 好不好 你跟著做空還有得賺 這邊這一檔也是一樣 瑞基也是一樣 這一段出場 大賺七十五% 接著完全沒有買進去 空訊直接殺出來 而且是三線一星 強力空訊 你這邊直接現賺兩根 魯天樂早就告訴你 這些股票不能搶的 你就別碰 就如同神准一樣 今天來先看神准 神准大跌三天之後 今天又亮燈漲停 一堆人又嗨起來了 可是各位 如果說當初你是追在這邊的 你是看到這根長紅K之後 才去追在這裡的 追在這裡的 今天漲停你會嗨嗎 你嗨在哪裡 你嗨在起來嗎 總之一句話很簡單 魯天樂從頭到尾都沒有告訴你 這是可以買的 動能線始終是空的 魯天樂也沒有說可以買的前提之下 你就不要輕舉妄動 如果你認為今天你看到神准又漲停 你心裡的小火花又被點燃了 你要去追的 明天後天你要追高買進去的 我祝福你 可是我還是提醒你 小心小心再小心 好 回過頭來看台股了 台股從今天的破底到翻紅 從低到高拉了300多點 你認為這個會是散戶的力量嗎 台股現在只穩反彈的曙光 已經出現了好不好 台股直穩反彈的曙光 已經在這裡出現了 你再怎麼樣四天跌了1000點 也該出現一個 富乖離的強勢反彈了 可是就算台股真的要反彈 亦或是回升 你的股票不對 也是枉然 很有可能這一波的上漲 你參與不到之外 下一波的下跌又有你的份 所以各位 現在這個階段 好好檢視手中的持股 如果你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請你務必趕快來找到我 透過等一下的廣告專選 或者加入我的LINE 我本人和我們的研究團隊 24小時都會在線上為你服務 好不好 小老鼠WIN16888 丟個訊號給我 丟個貼圖給我都可以 Telegram WIN88888 YouTube頻道 李宇凯分析師 歡迎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明天見 拜拜 請見